再來看到是政經各界的立委 集體涉態案 歷經兩年的審理 今天宣判 無黨籍立委 蘇正卿是判十年 而國民黨立委廖國棟 判刑八年半 陳超明是判七年八個月 而前時代力量黨主席 徐永明遭判七年四個月 對於這些的判決結果 蘇正卿 陳超明 還有徐永明都表示無法接受 仍舊堅稱無罪 會提起上訴 國會前年爆發的 跨黨派立委集體收賄案 前太平洋流通董事長李恒龍 涉嫌向立委行賄超過三千萬元 政經全台 檢放一貪污等罪 起訴多名前任和現任立委 和各自的辦公室主任等十二人 案件法院近兩年審理 六號一審判決出爐 除了李恒龍被判刑 一年兩月緩刑五年 所有立委通通有罪 他犯後否認犯刑 並且用就是說 跟李恒龍之間的往來 來呢是借款這樣子 或者是說是單純的選民服務 這種這種延遲來辯解呢 認為說犯後的態度不佳 應該要從眾量刑 涉探金額高達兩千五百八十萬的 前民進黨立委蘇正清 被判處十年刑期最重 涉嫌情質出面和辦公室主任 共收取八百萬匯款的國民黨立委 廖國棟判刑八年六月 涉案的藍營立委 還有陳超明涉探一百萬元 判刑七年八月 而前時代力量黨主席 徐永明涉嫌 契約賄賂兩百萬 則是判處七年四月 至於各自辦公室主任 分別判處無罪到五年刑期 因為檢調查出關鍵人物李恆榮 為了奪回收購經營圈 透過白手套郭克明等人 行賄多名立委協助公司法修法 並舉辦公廳會 施壓經濟部官員 法院審理後 李恆榮和郭克明 已經自白坦承犯刑 但涉案立委全都沒有人罪 本來就是這個針對 今天的一個法院判決 這起立委收賄案更爆出案外案 無黨籍立委趙正宇被指控 施壓營建署 便跟陽明山國家公園 土地地木 家中還被檢調搜索出 九百二十萬元不明現金 不過反而認定財產來源 不明部分獲判無罪 逃脫稅部分判刑六月 可一可罰金 多名立委得知判決結果後 紛紛喊冤 表示會在上訴 記者傳統博裕台北報導